反正一打开它就一定要啟用内容 如果你没有啟用内容 这些按钮是不能够被执行的 这可能要第一个要注意 第二个的话上个礼拜主要就是写 四个按钮 四个SARC 加上Function的话 Function我马上写了两个Function 一个是成绩函数 一个是成绩多重 成绩函数就是判断及格不及格 多重就是ABCD OK所以基本上上个礼拜 就是写了 总共会有四个 所以这边四个按钮就四个SARC 跟两个Function OK也就是总共有六段程式 那这六段程式 如果你假设说你上一半没存到档界没关系 你就是至少你要学会 第一个程式 从云端上call下来 call到哪里呢一定要call到我们的什么模组里面 所以这个地方一定要按右键插入个模组 OK这一定要 第二个的话呢在模组里面的放 SARC 其实这个Public没有没关系 你就SARC 然后呢我们总共会有四个按钮 所以 第一个按钮就这个 第二个按钮 第3第4 所以基本上呢它的关联性就这样 这一个对应到这一个 这一个对应到这一个 有没有 Atleting sub开头 And sub OK 这个对到这一个 OK 这样应该有个关联性 反正这个结构一定都非常清楚 没别的东西就这样 那至于这四段程式在哪里呢 其实云端上有 所以如果你假设 在送以外的档没存好的话 没关系你就自己再重开 然后呢 等于有点复习啦 回去 第一段在这里 第二段 第三段 第四段 所以其实你把它复制贴过来 不就OK了 然后再做四个按钮 应该会做吧 按钮我想我们前面有讲过 插入这个按钮就好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按钮就OK了 两个方圈在哪 两个方圈其实云端上也有 所以云端上方圈 在这里 这两个 所以你把这两个复制 贴到哪里呢 贴到我们的module的下面 这个多 颜色这个 我们后来写的 然后这两个 这样的话呢 就完成我们上个礼拜 讲到的部分 那后来我是有多增加什么 增加ABCD的颜色吧 OK所以我们后来又补充了一个 颜色多重 ABCD A是红色 原来 我 云端上是放好蓝色 那B的话呢 是底色 变成黄的 那C的话呢 是加框线 最后清除你可以个别清除 或者是用 Clear Format 把这个范围 有没有 用一个Range 物件 点Clear Format 就可以把这个 范围的格式 给清空了 有没有 Clear Format 其实 应该不用特别背啦 因为如果你会用Range 物件 你就跟他讲 这个范围 哪个范围呢 H2 到H7 有没有这个范围 然后做什么呢 后面你就点 点一下他会有提示 你就记一个 Clear就可以 其实这个 Range 物件后面 你点下去 他会提示 你又打个 Clear CL 他会有个Clear Format 让你选 你只要不要选错的话 那就 OK了 所以以后写 VBA程式 慢慢要习惯 这样的一个 写作的方式 其实我觉得 他这种东西 其实就是做熟了之后 慢慢你就习惯越写越顺手 基本上也 比较 不会写错 OK 好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要延伸出去 再撰写什么 撰写框线 那框线要怎么加上去 首先的话呢 我要 撰写一个框线 这框线 我看 云端上应该也有放 框线 这个是 夜期后来有提到 这个我想自己再加一下 框线 这个 颜色的部分 上个礼拜也有 OK Clear Format在这里 所以如果你假设 你才是 记性不太好的同学 云端上都有 如果我建议 你们回去的话 还是尽量用自己的方式 去整理一下 那首先的话呢 我要加 那个 红色 的框线该怎么做 其实 城市只有一行 真的只有一行 而且写的方法非常简单 如果我今天 希望 第一个 就是在这个范围 加上框线 OK 不过底下 这两 这两列 我想你先把它删掉了 因为这两列其实是说明 一点意义都没有 删掉 放在这有点矮眼 OK 好 那接下来的话 其实 比较符合资料库的规范 栏位名称可能要加 所以这边也许 你再补个姓名 两个字吧 好那再来的话呢 我要加框线 从A1加到H8 所以撰写的方法 一 先切到什么 Visual Basic 二的话呢 我就是插入一个 程序 因为我要把它多一个按钮好了 按钮按下去自动 那个范围加框线 所以呢 一定是sub 名称的话 给它一个叫 加框线好了 然后 后面就是实现 红色好了 OK 类似一个叙述 这个名称你可以自己取 加框线 OK 按确定 它会帮我增加一个sub 名称就是这一个 有没有 End Sub 那 再来呢 我就直接在这个上面撰写 所以一般喜欢按一个Tab Tab的话就下一阶 在这个底下 我要开始写程式 写什么程式呢 就是 帮我怎么样呢 帮我在 我先把它往上一点点 好像看比较清楚 然后往下拉一下 我要在 这个范围 所以以后 这个范围 怎么叙述呢 其实就我刚刚讲 Range 就打一个Range Range OK 刮弧 然后范围的话 从哪里呢 从A1 冒号到 H H8好了 然后 记得是一个字串 所以前后都要双以后 后刮弧 电什么呢 画框线 框线的话 上礼拜讲过 打个B就可以了 这边会显示出来 就是Bolders 上礼拜 C的部分 框线 那加S主要是 它不只一条框 不只一条线 所以Bolders 加S OK 其实我是建议 点下去用选的 一定不会错 OK 你自己打的话 反而会错 点下去之后的话呢 再来的话 它会跳出 关于这个框线 要做什么设定 有没有 里面的话 其中有一个 就是你要 变更它的颜色 那 我们直接就选什么呢 它的Bolders 有时的颜色 目前是没有颜色 所以我把它加个颜色 好了 加个什么颜色呢 红色 红色怎么加 还记得吧 我上礼拜特别讲 如果在VBA里面 要加颜色的话 你要记得一个 函数就够了 就RGB 非常好记 当然在VBA里面 要加颜色 还有很多方法 不过我是建议你 干脆不用记那么多 说真的 城市 深的 我的习惯是 越少越好 OK关键的地方记就好了 那有些东西 说真的不是那么重要 暂时你不知道没关系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 Google一下也有 VBA空一个 颜色 其实也会有一堆 相关的说明 不过我是建议 你就记那个RGB RGB 刮糊 后面的话 给 红色的话 就最多 R255 没有绿色 没有 蓝色 没有 后刮糊一下 这样子的话 我颜色就设定好了 诶 你想说 城市写完了 我们来看一下 就这样一行而已 OK 最后的话 当然我们按钮还没做 所以我就直接执行看看 游标放在这个SOP里面 按个执行 诶 框线 不对 多一个 应该是H7才对 多一个 怎么办 没关系 我们可以在 清除框线 在这边底下 把这一段复制一下 看 我是选取它 感触键向它拖啦 诶 框线 在我看 给名称叫什么 叫 清除框线 所以这边的话 我把这边改一下 叫清除 把它这边改成叫清除框线 然后后面的话 诶 那当然 我这边 应该已经加了啦 所以我待会再改 改成H7 好了 约上 上面应该是H7 才是正确的 不过我未来 这个数字 也很重要 有人 如果你现在固定了 以后如果增加资料怎么办 那就会需要变动 不过这个我暂时 先不讲 之后 那 清除的话 怎么清呢 还记得吧 其实上个礼拜有讲过 Bolders 等于什么 Bolders 点Color 一样点Color 给他没有颜色 等于 没有颜色的话 等于 没有颜色 记得吗 XL None 没有颜色 但是如果你现在这样清除的话 会有个问题 是有清掉了 可是他会变成是有点那个 本来是灰的 他变成有点比较偏蓝 所以比较正确的做法应该什么 Color 这边加个什么 Colorindex 等于XL 那我们来再执行一下 你会发现 这有点蓝蓝的 不过 如果不仔细看 其实不影响 不过说什么 如果你这样 用Color 来清掉 其实也可以 因为将来不影响 那个线本来就没有颜色 这样的话 就可以把它 清掉 Colorindex 好像看起来 没有影响 所以想说是不是那个2007的版本关系 理论上应该是要 恢复成这样子才对 OK 好 所以加框线 我就把它改成 H7 H7 加框线 然后这个是清除框线 Colorindex 没有颜色 没有颜色 或者你也可以换个方法 你可以用什么 你可以在这边把它改成什么 Boulders 另外还有一个方法 如果你要清掉 它的颜色的话 还有另外一个方法 如果Colorindex 没有 没办法把它清掉的话 你可以用 Lightstyle Lightstyle就是线条样式 等于什么 等于没有 那也就是说呢 另外一个方法 也是一样可以把它恢复成 没有颜色的状态 把它纸心 可以看一下 这样恢复了 而且看起来应该是 对 几乎跟 原来 要的效果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就加两个 一个是 加框线 一个是清除 最后的话 一样 把这个按钮 也把它加上去 按钮我习惯 如果都要长一样的话 我就拿上面这个复制 然后直接在下面贴上 然后贴的话呢 可以再把移动一下 移到那个对的位置 然后再按右键 重新编辑他一下 就把它重新 重新设定他指向哪一个 这个 加框线 好像是太多了 然后这边的话 一样 按右键 你可以的 指定 这个是叫 清除框线 然后 加上去 清除掉 OK 那我们就有这个效果出来了 那待会的话 再想想看 如果说我今天 我要 再做一个变化 就是说 这边这个 本来一条线 这条线 一条 我要把它变成两条线 这边 这边也变两条线 那要怎么做 OK 请各位先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加上那个红色的实线 跟去除线条 去除线条 如果用Cowindex 不OK的话 你可以把它改成叫 LineStyle 等于Excelnum 也可以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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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